其實以前的口號是不時不食,不鮮不食 現在來說,因為魚類產品、蔬菜等食材 受了很多餓來的原因,比較少吃了它 但是吃肉吃的時候,因為很多時候它都是冷凍的 沒有所謂的,一年四季它都有 所以現在我變得多了吃牛肉、羊肉、豬肉等 反而就少吃了海產 其實我發覺了一件事 只吃肉對你的體重影響都不太大 除非你吃得好過量 但是一件事,如果是醃製過的肉 即是鹽、糖、醬料 因為醬料裡面,雖然有蛋白質 但是有很多糖分是比較高的 所以醃製過的肉,像叉燒,會很重糖 所以醃製過的肉,我現在比較少吃 通常來說,我吃豬肉、牛肉 我也是就這樣煎熟它 加少許鹽下去,這樣我就可以吃了